玉瓶城剧中最丑的嫔妃,皇上和玉瓶秀恩爱,李懿用棉花塞耳朵,如意最近的生活可以说是大起大落了,在登上后卫之后深得皇上的宠爱,还连续三次怀孕,可是却又连续遭遇丧子之痛,和皇上的感情也发生了嫌隙,如意的智商也让小伙伴们着急不已,一双儿女被害只能说如意太不小心,本以为如意在登上皇后之后有了容嬷嬷的帮助,不会再被人耍得团团转,结果段位还是那么的低, 而让如意接连承受丧子之痛的就是魏雁瓦,魏雁瓦在劲中的带领下段位是越来越高,坏主意也是一个接着一个,而他也是如意在这部剧中最大的对手,不过魏雁瓦在栽桑海岸败露之后日子也没有好过到哪里去,不但害得自己的亲娘扶法,亲弟弟被流放,自己也被降为了答应,而在这新的剧情中皇上的后宫里再次见了一批新人,这批新人中最受宠的就是科尔沁的玉瓶了,不过玉瓶在一上线就遭到了小伙伴 他们的吐槽,不但已经三十岁了,就这长相也是十分的证明,这一批新人的质量跟上一批是没办法比啊,玉瓶也可以说是这部剧中最丑的一位嫔妃了,不过皇上对玉瓶却是十分的宠爱,看来皇上的口味是变了啊,后宫里这么多漂亮的妃子,却独宠玉瓶,对于玉瓶的受宠纯贵妃是有点吃味的,更是跟如意两个人,说起了闺房萧萧话,如,一夸但玉瓶有一番成熟的韵味, 而纯贵妃直接就说是狐媚,而玉瓶在入宫之后也很快的和魏雁瓶还有嫡公主景色扯到了一起,三个女人一台戏,就魏雁瓶这心思恐怕,是又要不安宁了,玉瓶成了最近事情最多的女人,她和皇上打情骂俏画面实在是太烂眼,而这时候李玉小可爱的动作也让网友们大笑不已,只见皇上和玉瓶在房间里秀恩爱,李玉是立马用棉花塞住了自己的耳朵,看来李玉也是觉得十分的爱耳朵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